新型冠状病毒令全球陷入一片恐慌 大家都要在家旁,不能外出 隨著居家令已經維持超過半年 很多社交活動都不能進行 學生都要進行遠程學習 有工作再生的都要留在家工作 這麼快就來到2020年12月,假期臨近 雖然今年的情況會有些不同 不過都可以做一些善事令大家開心令大家受惠 多謝麥當勞推出的創新計劃 養育社區計劃 Feeding and Fostering Community 而今年,星島和麥當勞合作舉辦的活動 愛心獻東華為三藩市東華醫院的前線醫護人員 捐贈麥當勞美食圈 由星島日報美西版社長兼總編輯梁建峰 和星島小姐代表送出美食圈 向他們致敬和送上聯誼 我們來代表東華醫院 多謝麥當勞和星島日報對我們的帶來支持 我們都主持衷心的一種的經意 也都很多謝他們 特別在疫情期間 那麼艱拒的時候我們都堅守崗位 而且真的保障華浦的安全 做了很大的局面 我們跟麥當勞一起合作 我們有一點心意 作為一種的鼓勵 希望我們繼續祭祭祭祭祭 多謝 這個活動目標是達到社區聯繫和食物捐贈 確保前線醫護人員在工作之中 都不會錯過任何一頓飯食 除了前線醫護人員之外 麥當勞還想藉著這個活動 為麥當勞之家患有癌症 而不能出門的患者和小朋友 提供超過1500餐免費飯食 我們在東華醫院 整個醫院如何應對這個大流行 跟以前的工作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東華醫院都設了其中幾個醫院 專門的COVID醫院 專門看COVID患者 東華醫院都設了一個Hotline 專門給市民打進來看資訊 還有我們東華醫院都在疫情之中升級 為了可以看更多病人 可以幫更多市民 兩個星期在法院國 都有一個活動免費防止民可以檢測 都有跟市政府合作 去幫華佛的散活住民 想滿去幫我們免費測試 還有一個活動叫做內心獻東華 為了獻上我們對你們的感謝和慰勞 你們在大流行期間所作出的貢獻 我們會送出一些Arch Card 給前市的醫護人員 確保他們在應對大流行期間 每一頓時食都是完善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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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